年輕朋友幫我們舉旗好嗎 謝謝 這裡有六支旗子 好棒 我們就站到中間來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關心大潭藻礁存亡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是搶救大潭藻礁第106次的記者會 那記者會一開始 我一樣請我們桃園海岸生態保育協會理事長的耶穌貴先生 幫我們吹羅來吹個啟動的號角 謝謝 非常的雄壯有力 那今天呢 就是我們帶著全台灣 9472個人的連署書 和他們的期待 來到中選會 我們今天要來做 珍愛藻礁公投的提案送件 那麼這段期間呢 非常感謝我們全國的朋友 關心藻礁 在10天之內呢 不但達成應有的法定分數 甚至呢 超過了將近5倍 那我們看到整個社會 開始對藻礁關注 然後 我們很可能就這樣可以通過第一階段的 這個審核 接著我們進入第二階段 那才是重大的考驗 本來我們以為 這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任務 可是 我們細想 我們發現到 這也是藻礁的用心 藻礁他也希望 全國人都認識他的時候 才來獲得真正的正義 那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 我們努力了5年 在最後這一刻呢 終於決定用這種很無奈的方式 需要用全民 覆決的方式 來讓藻礁獲得公平的對待 那我只能說這5年來 我們的執政當局 我們的開發單位 實在是太輕忽這個保育的 藻礁保育的問題了 那今天來了許多的好朋友 那我現在呢 首先請我們台灣公民參與協會 何中勳何理事長 來為今天的公投呢 發表他的想法 那個委員 還有我們環保團體 還有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那個潘老師啊 能夠在短短的10天內 匯集將近超過近 1萬份的公投連署書 同時呢 桃園鄉親的連署啊 就足以呢 當選一位市議員 那足可以證明說呢 藻礁議題啊 是一個不只是台灣人關注 也是桃園市民非常關心的 因為只有保存藻礁啊 才能保存桃園的海岸線 桃園的海岸線呢 沙灘呢 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都沒有讓人能夠去那邊玩水 就是因為呢很多污染的產業 在那附近破壞海岸 所以搶救藻礁呢 不但是呢 對桃園是一個生態的里程碑 也是對我們台灣的海岸保護 一個很重要的起點 我們都可以保護路線 我們都可以保護阿朗伊古道 我們都可以保護一些白海豚 現在呢 我們也可以保護藻礁 所以呢 今天呢 第一個階段呢 第一個階段 只有短短十天啊 串聯了 全國呢 將近萬能的連署啊 這代表說呢 我們要通過第二階段的門檻 絕對不是那麼的困難 同時呢 這些公投票就是選票 也就是會去制裁呢 未來不支持 搶救藻礁的 不管任何政黨的候選人 那麼今天呢 這個發動連署是有一點點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根據明年八月份的公投選舉啊 我們必須要在今年的九月二十七號啊 開始發動第二階段 三十萬的連署 但是現在離九月份 不到兩個月 但是公投呢 審議呢 是可以長達三個月 四個月到五個月 所以我們盼望呢 中選會啊 因為這個案子沒有任何的爭議啊 能夠盡速的通過 不要讓那個第二階段的連署受到阻礙 那麼我們也希望呢 過去啊 很多的公投案啊 都有黑手介入啊 我們希望這次中選會 再換了新的委員 那個委員之後呢 能夠呢 認真來審議 這個攸關 台灣人民福祉 是搶救藻礁非常重要的議題 好 謝謝何理事長啊 他是我們社會非常重要的公民運動的領導人 謝謝 那接下來呢 我們很榮幸也看到我們 跟時代力量的立委陳教華 陳老師來到現場來聲援我們 我們請陳老師呢 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今天是 藻礁公投的一個里程碑 在 呃 全國環保團體的努力之下 我們看到一個 呃 真正關心環保事件 而不是 呃 由政治事件引發的公投 我們從之前的這個 呃 廢核公投 或者是 以核養綠的公投 多少都含有比較濃厚的政治的意味 那藻礁公投呢 那藻礁公投呢 是真正的 為保護環境 好 保護藻礁所啟動 呃 我從二月進入立法院之後 我主要在推的幾個議題裡面 其中一個就是聽證會 我們看藻礁本來是 呃 非常 呃 這個合理的就是應該納為自然地景 但是 在這裡呢 因為開發單位 桃園市政府的反對 所以 呃 就沒有辦法來促成這樣子一個 呃 自然地景 如果 這裡是 成為自然地景 就不需要公投 那為什麼 執政黨排斥聽證 為什麼執政黨排斥陪審 就是表示 我們還沒有進入真正的民主 所以一個真正的民主需要大家努力 所以今天藉由藻礁公投 讓大家一起讓 這個 自然的 千年的 這個 呃 世界級的 珍貴的這個藻礁 有機會 保護下來 那這樣的議題也是可以來做 教育台灣人 我們真的要 好好地來思考台灣的未來 最近我在關心國土計畫 最近內政部 正在進行 這個國土計畫白皮書的說明會 我們也看到 內政部已經把 台灣 環繞台灣的幾個區塊 現在要做廢棄物填海的 這樣子的規劃 那從這一點 可以看到 台灣的海洋 如果 這樣子的這個 政策得逞 台灣的海洋就更遭殃了 所以 政策環皮沒有做 國土計畫 是一個 非常可怕的 合法的 國土破壞計畫 之前大家在反對 國土計畫法的修法 也呼籲大家來 關心 現在正在 訂稿 審議的國土計畫 那時代力量 在這一次藻礁公投 我們各個服務處 我各個服務處 我也會 結合時代力量 一起來協助 未來我們的路 還很長 謝謝 陳立委呢 是長期的支持藻礁運動 藻礁運動的過程裡面 他參與了無數次的 參與了無數次的 環評 當了立委之後 我們每一場的記者會 他都到現場 在這一次的公投 提案人連署的過程 他們也是全力的聲援 我們相信在他們的幫忙之下 第二階段的連署 也會非常的順利 感謝陳立委的勉勵 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全國最大環保團體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的理事長 劉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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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媒體記者以及環團的夥伴 大家好 我是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劉躍梅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點點概念 或一點點我們想要說的事情 每一個生命其實都是唯一 無可取代 每一個物種生命的延續 我們都要給他一個適合的棲地 他才能夠在這裡代代相傳 那如果殺害一個生命 其實就像摧毀一個家庭一樣 那如果破壞一個棲地呢 除了要殺害很多生命以外 然後也使得他們代代不能相傳 然後有可能會有絕種的危機 那在很多的開發上面 不當的選址 就是選的位置不對 其實就是扼殺當地的生命 也破壞了當地的棲地 那因為棲地被破壞 可能會造成物種的絕種 這樣子的狀態 那大潭藻礁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生物多樣性非常高的地方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一級保育類 當我們不當的選址在那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他會把當時的生命殺害掉 也把這一個棲地整個破壞 很多生命可能沒有辦法延續 那在藻礁公投的這一個部分呢 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我要非常謝謝很多的提案人 包括九千多位的提案人 願意為了藻礁這件事來當提案人 可是事實上呢要藻礁公投 還要第二階段連署人要超過 28萬份 那28萬份的這樣子的份量呢 那需要大家來連署 那我覺得需要大家更來認識藻礁 也更支持藻礁 所以希望全台灣的夥伴 大家一起來認識也來支持 那也期望大家一起來守護我們台灣這個寶貝 一直人家都說台灣是寶島是寶島 那藻礁是我們其中一個寶 那要如何來守護 我覺得目前來說 藻礁公投可能是我們大家可以發生的一個機會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劉理事長的勉令 我們非常感謝荒野保護協會 他們在上個禮拜六的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中呢 直接就決議要全力來支持我們這個公投案 並且會成立工作小組配合一起來做宣導 非常感謝荒野保護協會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公投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那就是過去呢 我們在環境基本法裡面已經看到 經濟和環保之間 環保是優先的 可是十幾年來我們看到的 完全是背道而馳 那這一次的公投其實 如果能夠深入到社會民間 是可以讓我們整個社會來反思 我們到底是要繼續的經濟優先去破壞 還是我們應該以環保優先 來保障我們孩子 下一代世世代代 擁有這些自然資產的權利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課題 那接下來我請我們 台灣蠻野新竹生態協會 理事長陳憲政陳律師 也是我們長期的義務律師 來說來表達他的意見 各位夥伴各位媒介大家好 剛剛潘老師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一個政策 所有的一個考量 到底是政治優先還是環境優先 還是生態優先 其實這個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問題 桃園27公里的一個藻礁 大潭它其實是生態最好 最豐富的一個地方 這個部分現在連中油自己的簡報 也承認了一個事實 那為什麼我們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還不能一地見站 當然執政黨他們的說法是說 因為能源政策 如果一旦簽止就會來不及 所以不得不犧牲大人藻礁 可是我們都知道 大潭其實它跟這個 中國它是最狹窄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的海向的一個條件不佳 它安全的操作日數其實相對較短 甚至在颱風來的時候 它還要到台北港去做避難 這樣真的安全嗎 然後本來要蓋九座的一個除草 這一次環評只準了兩座 將來如果要再蓋這個除草 必須還要重新通過環評 那這樣子時程真的會來得及嗎 其實從這個觀塔換深澳的一個政策決定 它就一再的凸顯 這是一個政治的算計 而且是為了政治利益而不擇手段 這裡面生態 能源 我們認為其實執政黨它都不是放在最優先的一個考量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主導這樣的一個政治的一個決定 但是透過公投我們其實是可以改變的 我們希望在一切都還來得及之前 大家可以以行動來支持我們公投 來支持我們舊藻礁的一個行動 謝謝 謝謝一務律師 陳憲政律師 他已經陪我們三年多了 那我要再請下一位呢 陪我們藻礁已經14年了 對 他從2007年就開始 投入我們桃園藻礁的守護 他是滿野新竹生態學會的專職律師 蔡律師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藻礁它生長得非常的緩慢 歷經了7000年緩慢的積累 才形成這樣一個珍貴的地景 它是我們台灣的珍寶 它不但孕育了非常豐富的生態 有非常多獨特的物種在這裡出現 甚至有的是最大的棲地 那它也滋養著我們的海洋客家文化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保存下來 而且藻礁它也在多年來一直默默的守護著我們的台灣 桃園27公里的藻礁海岸 事實上它是讓大型的軍艦沒有辦法輕易靠近我們台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天然海防 我們希望政府不要隨便去破壞這片珍貴的天然海防 要守護我們的國防安全 那剛剛陳先生律師也有講到 我們理事長也有講到 其實大潭的那個海象條件事實上是非常的惡劣的 它不但過去中游在早期就已經有評估過這邊的海象條件不佳 然後冬季風浪過大 然後曾經放棄 就是說不願意跟東頂合作在這個不適合的地方開發 那今年3月大家也都還記得 根本還沒有到颱風季 中游的工作船就斷染三條 這樣一個危險的海域我們認為是根本不適合開發天然氣接收站 因為它很容易出問題 那再來事實上政府已經把這裡化為那個海嘯一煙的潛視範圍 就是明明自己科學的資料調查 這裡比較容易受到海嘯的波及 而且我們也都知道 觀塘這附近總共有四個工業區有數百家工廠 有非常多是第三類毒化性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的一個工廠 它在這裡開發天然氣接收站 萬一不幸發生事故 事實上是可能會衝擊是到很大的 之前的訴訟裡面法院也認定住在20公里 20.12公里的居民都有可能受到波及 那我們認為這裡事實上是不適合建天然氣接收站的 我們政府想要提高天然氣站能源結構的佔比 一定要把天然氣接收站蓋在安全的地方 這樣才是符合能源安全 然後我們也認為說在一個有那麼多工廠的地方 蓋天然氣接收站對我們的公共安全是不好的 那最後依據公民投票法的第12條 我們第二階段的連署必須達到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 選舉人數的1.5%以上 也就是28萬多人 將近29萬人 那因為還要考慮安全分數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寫的資料填寫不正確被剔除 我們覺得至少需要達到33萬份 那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支持這個公投 那我們在提案階段 短短的10日之內有9000多人 將近1萬人的響應 那我們相信29萬 就算29萬或33萬看起來好像很多 可是只要每一個曾經參與第一階段提案的朋友 幫我們再找3位朋友來參與連署 那這3位朋友再找3位朋友來連署 那這3位朋友再找3位朋友來連署 經過我們對藻礁的愛能夠傳遞3次之後 3的3次方就是27已經非常接近 而且有些人可能可以找到不只1位朋友來支持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大家一起來協助藻礁 用3的3次方 然後給我們33倍的祝福 把這3階趕走 留下我們台灣的珍寶 謝謝 謝謝 謝謝雅瑩律師 這個公投案如果在第一階段順利通過 我們將進入第二階段的全民連署 這個過程我們會盡全力的去宣導 我們藻礁的珍惜 那麼這個過程我們也會全力的把這個開發案不當的荒謬之處 給凸顯出來 我們在這裡要呼籲全國的國民 讓我們用我們公民覆決的權利 把這項不公不義的這個不當的政策把它覆決 翻轉我們環境的命運 接著我們來喊一個口號 公民 對 我們還有一位長期在街頭 為我們奮戰的好朋友 蔡忠越地球公民基金會的顧問 我們請她為我們今天的活動 表達她的想法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想剛剛對於藻礁的保育 前面的朋友都說得很清楚了 那這邊特別提出來 因為去年其實我們也送出了一個核廢料相關的公投 但這個公投在送到中選會一階段之後 他們認為題目有疑義要進行聽證 然後我們修正的題目之後呢 最後給我們駁回 那這件事情呢並不是一個例外 因為在去年六月公投法修正之後 再也沒有公投通過第一階段的連署了 這第一階段連署門檻都到達 可是實際上進到了公審會 公投的這個審查過程當中呢 都被實質的審查 這是法律不允許的 但都被實質的審查 然後最後被 要把時間往後延 要不就是直接被撥回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地方 除了提出藻礁保育的重要性之外 我們今天宋建議要呼籲 裡面在審查公投的這些委員們 應該要杜絕之前 之前因為怕綁大選的關係 杜絕之前 實質審查公投內容的這種方式 因為在我們的核廢料公投當中 目前已經達到了行政訴訟 目前看樣子勝訴的機會是蠻高的 那但是這個奏算勝訴的 也錯過了當時我們想要提案 想要去討論 台灣討論核廢料的決心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要認真的呼籲 等會宋建進去之後 公投的這個審查單位 他們會做分數的審查 那實質的內容部分 這個題目非常的簡單而清楚 就是中油第三天然氣接觸站 應該要遷離大潭藻礁的這個海域 跟這個海邊 所以這麼清楚的直接的題目 不應該再用這樣技術問題來阻撓 這樣子公投的發生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呼籲 如果他要再用這種方式來做的話 我們會有更多的行動 謝謝 謝謝鍾越 他這一說我真的是心驚膽跳 我原來在想我們公民 在執行自己這樣的一個權力的時候 應該是要被賦予一個很公平對待的保證 沒有想到還有這麼黑的事情 好 那我們希望執政當局 你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一再地違逆人民的意志的話 最後呢 可能還是會面臨人民的制裁 最後我們喊口號 我們喊公民覺醒 真愛藻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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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媒體朋友有沒有要提問的 謝謝 那是謝謝 謝謝 好 再一步 再啦 再一步 再一次